177 工商時報 地方大代設省電大作戰新北溪茶服務業 2015年7月15日地方耀文A19元燃獸電力吃緊 新北市政府決定醫能源管理法 針對核外20類指定服務業營業場所進行室內冷氣溫度限值26攝氏度 冷氣不外涉及禁用白紙燈泡等三項溪茶作業 市府指出,對違規業者將開納券道舉法單 兩個月後將再進行覆查,若未能落實改善 將處以兩萬元至十萬元佛還 新北市政府經法局指出,新北市符合公告類別的商家約有三萬家 將於夏季七九月,用電高峰期間持續辦理溪茶作業 隨手播溪茶類別外,七八月將再增加零售業 飯店、餐館、美容美髮等行業 市府指出,若業者能將溫度調高十二度 不僅可以避免違規的風險,更可以省下空調百分之六電費 此時,有時候放棄之後我們會準備欣賞 待會兒 安全保護 衡 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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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